我們以事實上切到前四角 這邊來 切過來 接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畫剛剛那個有沒有 波浪的形狀 那幾個波浪就沒關係 反正就再一個波浪就好了 那個波浪我講過嘛 你可以用很多畫吧 很多人開始在想說 我是說畫一個圓 畫好幾個圓 複製複製切開來 然後可不可以啊 畫圓 那比方說半徑30好了 30Enter 然後再來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複製對不對 複製從這邊怎麼樣 點它一下 然後這邊四分點沒出來 所以物件數字你四分點要叫出來 一個 兩個 假設七個好了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好 那個老闆在旁邊測試 哇 你這個花了十秒鐘不及格 我不要你這麼慢 你要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做什麼 對啊 正列最快 為什麼 因為正列呢 你就選它 選一個物件 選它之後的話 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一列 然後七個嘛對不對 所以七 然後它偏移只要列 行偏移就好了 列偏移不用管它 那角度就零度按確定 七個就出來了 這個更快 可是還沒做完嘛對不對 還要怎麼樣呢 還有一條輔助線 一條線 輔助線 然後呢 再來修剪 直接修剪 直接修剪 沒辦法 因為上下上下 我們要修剪波浪狀 修剪 那記得全選 3D是全選 空白鍵 那就修上面 下面 上面 下面 上面 下面 上面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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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偏為什麼 動一下 沒有它有時候就是那個 更新的速度 最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是要把它修 這個把它修緊掉 這樣也OK 可是最後是不是聚合線 不是 所以它再把它做聚合 這樣好像太慢了 太慢了 再來用畫符的 符的 可以啊 還是很慢 其實最快是用聚合線 聚合線 但是聚合線 剛剛有同學就是開始 不聽使喚 現在第一位應該是A啦 A enter 它就變胡了 有沒有 可是胡之後的話 特別只有幾個指令 你因為方向給它 所以A enter之後的話 他們記得再來給A enter 兩個A 為什麼 因為我要的 角度要給它 角度多少 角度多少